大家好,我是蓝蓝 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孩子的教育都出了问题 就是读书的机器 其他的就不关注了 只要你学习好 只要你学习 补习班上课下课 我觉得呢就是 我的孩子二十多了嘛 已经工作了 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 但是说生活啊动手能力啊 就感觉啊 就不满意 就很不满意 可是想想怪谁啊 怪自己啊 你都大包大揽了嘛 但是呢就觉得心里又很着急啊 都这么大了是吧 然后再一想啊 将来有了孩子以后 又要工作 又有孩子 就想想就很可怕 其实呢人家挺高兴的 可是自己呢 好 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焦虑 就很为他们担心 我今天也是哈 也是刷视频 就看你一个女的四十岁 从来没工作过 然后结婚了 生了一孩子 就是公共婆婆 给她每月两千块钱 然后她回家呢 就是她妈给她生活费 从来不上班 然后还花钱大玩大脚 结果呢 她妈呢三年前去世了 她爸每月给她六千块钱 他们家呢 他爸他们有房产 可能是出租啊什么的 那他就很理所当然 就觉得你就应该给我 然后他爸呢就很生气 这么大岁数身体也不太好 他有一个弟弟 然后他爸呢就断供了他一个月 而且他呢也离婚了 人家男的也不要他了 太懒了 然后从来不工作也不干活 然后每天爸呢 还理所当然的 公共婆婆 你有拖油筋 我给你养孙子 我结婚你就应该给我钱 回家管他爸要钱的 你就应该给我 他爸说 为什么应该给你 都这么大了 你不去上个班 自食其力 为什么 原来我妈就给我 我妈不在了 那你们这房子 应该有我的份额 遗产 你应该分给我 全部都是理直气壮的 哎呦给我气的呀 给他爸气的 也爸死的 我看也气的 这边就是他妈惯的 所以他有的时候 把孩子身上的问题 一定是家长的问题 其实我身上也有很多问题 那也一定 你追溯到上一代 肯定也是很惯 那有的时候吧 就是我们爱的这个尺度 真的是很难把握 你过了就是你爱 你不过 有的人说 我也不管那孩子 我也不陪伴啊 什么爱 什么都没有 那这孩子呢 他心理上又不健全 所以这个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 真的是一门学的 就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当然如果啊 你要想毁了这个孩子 那你就玩命的爱他 你就溺爱他 爱 一个人被毁 那就是家庭 就是来自于原生态家庭 溺爱 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好了 是吧 两个人 甚至 夫妻俩 在家里也乱老老 这一大帮人去惯这一个孩子 跟皇帝一样 是吧 小皇帝 小公主 都不成样子 等他大了以后 就跟这40岁这女的似了 李左当然什么感恩啊 人真的做人一瓶一纳 都做得差劲 你说他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的 他能够为社会 为别人 能够怎么样 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 一个败类 这样的人真的 就是家长教育出了问题 而现在呢 都 反正孩子也大了嘛 是吧 很多东西都定型了 就晚了 如果啊 你们要是说带着 隔代人 或者说爸妈妈 现在带孩子 看到 今天来的视频 一定啊 把握好这个度 千万不要拟压 不然的话 你毁了这个孩子 也把你给毁了 你没地儿哭去 你觉得你 很委屈 你很 无论你的精力 甚至你把半条命都给他 他根本不懂个感恩 他觉得 你给的他还少 还不够 有跟我同样感触的没有 有的话 就炫压力满 我倒是在挺欣赏外国人 18岁 自私自利 是吧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